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医生 我认识有个朋友 他有糖尿病 吃的药都好像挺好的 我是否照买药来吃就可以 那当然不这么简单 因为我们治疗糖尿病的药物发展 都差不多100年了 而倒数用了100年 治疗第二型糖尿病的药物 都发展了超过60年 现在来说我们要医第二型糖尿病 我们有大概六至七种的口服药 还要加上两种针剂 那什么病人 我们选择哪一种药 是要看他的背景的 他的背景包括病因是如何 肥还是瘦 年纪大还是年纪很年轻 有糖尿病的历史有多长 不同病因算是完全不同 所以是非常之个人化的 有些人可能最初的时候 一种药 两种药是可以稳定的 但随着年纪的变化 或者病情的变化 他要再改变药物 或者再添加药物 个个都不同的 所以譬如有些人觉得 我有个亲戚朋友 用某种药物 用得好 他照版转款用了 他未必代表他自己是适合 或者他的适应性是符合的条件 或者他是没有副作用的 所以千万不要这样做 就这样去应用别人用的药物 另外千万不要觉得自己的病情 吃了某种药 稳定了之后 自己停止了去复诊 只是去一些药物 配药物 这些病人我以前也见到很多 因为这样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他不会自己知道 自己的病情是有变化 和有恶化 甚至乎可能产生了 肝功能已经出了问题 肾功能已经出了问题 某些以前吃的药 其实现在出了问题之后 是吃不到的 他自己也不会不知道 所以这样做法 不但不能保持自己的血糖 实力控制 还有有时自己产生了药物的 坏的影响 自己也不知道